只需三根柔软的绳子 就能让桌子悬浮在空中 这可不是什么错位表演 眼前这个同类型的悬浮椅 就能稳稳地支撑起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那么这种看似摆脱牛顿定律 不用硬木撑 只靠软绳崩的反中立结构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仔细观察 悬机就在悬浮结构中间的绳索上 一个物体要想保持平衡的状态 那么其受到的合力就要为零 比如桌面上的水杯 它受到的力就是向下的重力 以及向上的支持力 这两个力符合二力平衡条件 所以水杯保持着静止的状态 而这个反重力椅也是一样的 中间绳索提供的拉力 就是支撑其整个桌面的关键 理论上当重力与中间绳索共线时 该结构能够保持平衡 但是这种重力在上拉力 在下的共线要求实际上很难实现 与木棍的刚性约束不同 绳子只能提供拉力 是一种柔性约束 所以任意微小的横向扰动 就能轻易破坏掉结构的平衡 所以左侧的两根绳子就诞生了 桌面在受到向右的扰动力时 左侧的绳子就会受到拉力 牢牢拉住桌面 防止其向右倾倒 值得一提的是 画面中的反重力桌 其桌面重心是偏向右侧的 因此只需在左侧设计两根绳子 就能保持稳定 所以说这种悬浮结构的原理 其实就是靠中间绳索承受大部分来自顶部的重力 四周的绳子用来维持结构的稳定 根据这一原理 有人利用磁铁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的性质 让磁铁之间的斥力来代替绳索的张力 进而打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悬浮桌 其实这种巧妙的力学设计是一种建筑结构 又被称为张拉整体 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傅勒的发明 他认为宇宙的万有引力是一个平衡的张力网 而各个星球就是这个网中的孤立点 基于此张拉整体结构就被研究出来了 张力网就类似我们前面提到的绳子 孤立点也就是独立的桌面和桌腿 这种建筑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能用最少的材料构造最大跨度的建筑 而且它与使用压缩力的传统建筑结构不一样 张拉整体是利用柔性材料提供的张力来支撑整体 就像画面中这座桥一样 相较于四平八稳的结构 张拉整体的设计冲击感还是很强的 不过可不要小瞧了这个设计 通过钢管与绳索的配合 就能提供整体的扭转钢度 防止由于风鹤载等造成主杆和刺杆区区 请不吝点赞订阅